安播足球快信 2021年4月30日,横斌水手出征经天洞地 星期六中午,日积有多场好戏上演,其中较早开波的一场,是FC东京主场迎战横斌水手的比赛 横斌水手近况稳定,过去六场各项赛事,录得四胜二和的不败战绩,金铺走坊近期表现不稳的FC东京,横斌水手三分稳落代 另外,M直播届时,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FC东京上季表现,就已有所下滑,最终排名只有第六 而来到今季,他们的表现则进一步下跌,目前踢完11战,只得四胜三和四负的战绩,暂列绩分榜第10位 球队表现不多好,主要因为今个赛季防守没状态,11战失18个波,表现仅好过排名倒数的先台维加泰,同FC横斌 而过去三轮联赛,FC东京的军场失波数,亦超过两个波 这么脆弱的后防线,金铺显然难以抵挡攻击力前移的横斌水手冲击 在阵容方面,门将林张阳,同后卫中村梵高等人因伤想踢都不得 横斌水手今季联赛,表现远胜于FC东京,前十轮联赛六得六胜三和一负的战绩,拿到21分,排在即分榜前列位置 拿到这么优异的战绩,离不开横斌水手在攻防两边的出色表现 他们联赛至今,军场能攻入两个波,而军场失波数,仅为0.8个,简单来说就是能攻能守 另外,横斌水手近期演出,绝对有所交代,最近六将各项赛事,保持不败重赢四场 期间亦有四将能够完成零封 除此之外,前锋前田大言,今季表现亦大幅进步,上季只得三个波进仗的他,目前已攻入八个波 并击新神射手榜前列位置,入波能力颇强的他,今仗绝对是FC东京后防线的深幅大患 再者,横斌水手最近一次作客,FC东京以四个波大胜告终 今次再次出征,横斌水手,值得体高一线 在阵容方面,中场仲穿灰人因伤无波踢,前锋里奥斯亚拉因签证问题,暂时不可以同球队会合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,和赞我们的专页 进南英超,法甲,二甲,淘昭,KLID,西甲,日积,南美自由杯,南美球会杯,NBL,NBA